2019年10月24日 圖表學人節目 起司3分鐘 昨天叫你買了15.66元 可以賺餐送了 應該賺到了 都升了100%了 昨天差不多去到44.9毫升 還沒收視 現在下了3.25元 正如昨天都講過 在昨天雖然痕跌了下來 不過又是那句 又不是大跌 又是大升上的 又有阻力 你要賺下去 也有一定風險 未必是科老虎 但大圖話 基本上還是差勁減息 那時候去賺 又好像風險大跌 所以昨天都見過 渣故旗子 或者渣故開牛紅 都不是一個好的策略 反過來買 過股更好 那昨天就建議了 有一段這個 林鄭避換 這單料呢 我又覺得 受惠的 馬上飛到我的腦裏 就是66港鐵 那港鐵就 剛才上去 差不多45元 了 那都升了15% 了 那如果你賣了 就保持住 那如果你賣了 就保持住 跌下來 止持位置最不好 他回來 今天開船單就走了 當沒到過 但是贏的 可以再看高些了 那第二 一樣就是說 第二 恆子呢 都是要升過 那我 先前那個格局 昨天所說的 幾百 你都升穿27000 但是27000 那上去還有27000 那這裡是27700 那都還有幾乎一個 那所以上面都是有一定的阻力 不過 今天還有一個好消息 就是 資金都是正流入 所以說呢 市場呢 仍然是有子彈 那這真的很重要 我常常說 另一輛車要走 要有油才行的 當然沒有油才行的 那我覺得 有的 仍然是有的 那所以呢 短期裏面呢 這個風險還未在變 好了 那 港鐵 你買了還可以保持住 建立一些不快之地 如果你打過過就走了 那今天 如果你沒買 但是可以考慮另外一隻 一百一零 小米 小米 現在還有9元 知識位8號很近 8個8號8 8個8號8 只要輸豪子呢 就要監頭 但輸豪子呢 抽上去呢 可以上80元 那所以我覺得呢 這隻小米呢 今天 在圖表上 在底部呢 某程度上 都坐幾個底出來 那一刀呢 連取你們的樣子 次再插進去 那我就可以建議一下 今天呢 就是買一隻小米 一百的東西 支持位置 是8個8號8 那希望明天又可以 撐一餐送啦 OK 好 今天就這樣 就不可思議 Not a own 尺寸 尺寸 他對 之一